新幹線 大家好 我是香蕉哥哥 為了守護我們的城市 今天特別邀請到一位 小小駕駛員 跟我們一起來對抗邪惡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歡迎 帥氣的小小駕駛員 凱凱 大家好 我是凱凱 凱凱妳知道嗎 新一代的 新幹線變形機器人變革世代 每週日早上的10點 已經在YoyoTV播出囉 所以喜歡新幹線變形機器人 大朋友小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為了應對 未知怪所帶來的城市危機 我們開發出了 來和未知怪進行戰鬥喔 首先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就是由我們主角大臣 所駕駛的新幹線喔 大臣為了尋找他 已經失蹤兩年的姐姐 還有和未知怪進行戰鬥 所以他駕駛著一五準號 挑戰各式各樣的任務喔 新幹線一五準號 不但擁有高機動性 可以和超鐵牽引車合體 合體後肩膀上的拖車羽翼 可以提高速度 進行高速戰鬥 同時擁有陸運聖劍 和重車盾的輔助 加上胸部裝備的高速能量炮 擁有強大的綜合戰鬥力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小丁號 他的駕駛員是佛爾登茜 佛爾登茜是一位 很棒的田徑選手 可是因為他後來受傷了 不能參加田徑運動 而且因為佛爾登茜 帥氣的外型 在學校有很多的女同學喜歡他喔 那你在學校 有沒有女同學喜歡你啊 不知道 帥哥總是不知道 人家偷偷喜歡他的 這就是帥氣的佛爾登茜 駕駛的一六小丁號 新幹線一六小丁號 可以和超鐵堆高積合體 手上的鎖定槍 加上高機動滾輪系統 不但可以敏捷散避敵人攻擊 進行遠程攻擊 背上的迴旋光炮 擁有壓倒性的火力 讓遠程敵人無法抵擋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一七光輝號 駕駛員是九頭龍梁太 是大臣的第一位好朋友喔 小時候呢 曾被新幹線機器人拯救過 所以他有個夢想 就是成為 新幹線機器人駕駛員 新幹線一七光輝號 黑漢超鐵鑽頭積合體 屬於力量型的 新幹線變形機器人 身上的重裝胸甲 及重鑽腿甲 超強的攻擊和防禦力的結合 是突破敵人防線的關鍵 那等一下 一五一六一七 你要選擇哪一位 一七 一五準號 數值已經達標了 那我要請問凱凱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變形 新幹線機器人 新幹線近戰 首先歡迎一五準號 抵達 接下來歡迎的是一七光輝號 到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行的就是 基本形態的變裝 首先我們要把 車廂上面這個部分拆開 然後中間有個洞 我們就這樣拔開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就要把它分開 一拉開 就會是頭身體腳的部分 所以腳這邊再 從上面拿起來 首先呢 我們來做頭這個部分 你看 因為這邊這樣 打開 從反方向把它推過來 然後呢 轉過來 那一七光輝號 比較特別的是 這後面也要翻起來 那一五準號不用 然後這個呢 再折下去 我不會這樣 好 就這樣 這樣折 好的部分 我看 我幫你翻開 一二三 好 推起來 換你了 從下面推起來 頭要轉過來 帥氣的頭 好了 然後呢 它這個頭上面呢 有一個小小的機關 這個 你看 有沒有 更帥了 那我們現在用手跟腳 要把它拆開 手腳在這個部分 拔開 這個是手 然後這個是腳 我們把這個兩邊 往旁邊折 折好 扣進去 然後一二三拔開 然後腳掌呢 把它翻出來 那我們現在開始組合囉 首先是手的部分 它本來呢 你拉開的時候 是呈現這個形狀 那我們一二三 就把它拉開 咻 好 裝手的時候呢 有一個訣竅 你就是 裝上去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洞 孔洞 是要往前的 一二三 另外一邊 好 調整一下 接下來呢 就是身體的部分 白色的地方往前 組合 好 好 接下來是腳 藍色的地方向後 好 怎麼弄到 左腳 怎麼弄到 右腳 剛才我們有兩片在這裡 然後這邊呢 剛好有一個洞 這邊有一個凸 我們就把它裝上去 這樣子 一二三 裝上去 我們現在呢 基本形態已經完成囉 這一次 新幹線變形機器人的變革世代呢 它的關節做得非常地靈巧 你看 竟然可以單漆跪地耶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行的是 超鐵合體變形喔 一五準號呢 組合的就是 超鐵的牽引車 一七光輝號呢 變形的就是這個 超鐵的鑽地車 首先呢 我們要把這個鑽地車呢 先拆解開來 好 放好 這個兩個分開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它組裝起來了 這個盔甲可以先拔起來 然後這邊拔起來 好 然後把手呢 一樣收起來 放進去 然後呢 這個就是它的手部 剛才我們抽下來 兩個很大的 這個電鑽的地方 你來幫我連結 左邊 好 右邊 連結之後呢 你看手部這邊呢 一開始電鑽呢 我們要記得把它拔下來 這裡喔 拔下來 裝到另外一邊 往旁邊拔 然後再裝到這邊來 讓小輪子在上面 另外一邊也是 拔下來 然後再裝上去 讓小輪子在上面 有沒有 然後剛才呢 我們拔下來這一個 小小的呢 就可以裝在旁邊了 裝起來 調整一下 對 現在呢 我要請你幫忙 把這個小電鑽 裝到腳部的地方 這個是這樣子 耶 很聰明喔 剛剛好 就服貼上去了 然後這兩個鞋子 如果啊 你在嘗試組合的時候 發現怎麼對不進去 把兩邊交換一下位置 很可能就可以了 很可能 好 這一個很特別喔 你看 下面這邊呢 肚子這邊剛好有兩個 凹進去的地方 然後我們從這邊 給它裝進去 好 壓一下 然後這個 裝在這裡 像褲子一樣 裝進去 盔甲 帥氣的光輝號 合體 這一次呢 新幹線變形機器人 變革世代 這一次史上比例最好的 機器人組喔 你知道我這次去日本喔 我就看到很多 然後我發現 台灣的價格 竟然沒有 比較貴 還比較便宜耶 所以還吸引了 很多日本的玩家 跑到台灣來收集 合體完成 警報響起了 怎麼辦 有比未知怪 更厲害的怪獸來襲 開開 我們去戰鬥 出發 GO 這一次的敵人看起來 真的很不簡單耶 好帥喔 這一隻叫做 它是 所以當你把燈關掉的時候 看起來真的很特別 很厲害喔 開開 我們該怎麼辦 沒錯 那我們現在就進行 151617 合體變形 這一次 新幹線變形機器人 變革世代最大的特色是 可以把任何三隻不一樣的 機器人 不管是正義的一方 或是敵人的一方 都可以任意的組合喔 開開 你覺得這個SRG 帥不帥氣 變得很大很帥氣 好啦 可以開始進行對戰了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我要去破壞城市了 攻擊 這一次除了大機器人之外呢 還推出了這種 小機器人版本喔 你只要碰到障礙物 它就會 站起來變形完成 好啦 今天 凱開跟香蕉來爭奪 隊長的位置 香蕉 對 我是香蕉 香蕉隊長 凱開隊長 香蕉哥哥 要變香蕉隊長 我們要三台一次 碰到障礙物 看可以站出幾台 站起來越多的人 就算獲勝 誰兩個就算誰勝利 好 兩個就算勝利 也沒問題 你有信心嗎 有 你先開始 凱開選手 三隻 一二三 出發 站起來一隻了 好 換我了 誰 誰得到三個就可以得到這個 你自己說的禮物喔 我努力 一二三 來 平手 Give me five 我們都是一個 你覺得這個好不好玩 好 繼續來挑戰啦 新一季的新幹線變形 機器人變革世代更多元更豐富 而且還是玩家號稱 比例最好的變形機器人喔 那問一下凱太 你有沒有覺得這一季變得更帥氣呢 有 沒錯 而且這一次的SRG系統呢 可以讓任何不一樣三隻的 機器人合體變形 所以你可以用你手上擁有的 變形機器人去合體變形 你所要的機器人 每一個人創造出來 都是不一樣的喔 還有小機器人啊 還有小機器人可以玩 是小朋友最喜歡的耶 全新一季的新幹線變形機器人 變革世代 每週日早上10點在YOYO TV獨家播出囉 所以喜歡新幹線的朋友 絕對不要錯過 今天也要謝謝凱太隊長 幫我們一起來開箱 如果你喜歡新幹線變形機器人的話 記得要幫我們按讚 訂閱 還有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讓我們一起來成為 這個城市最帥氣的守護者吧 我們要跟大家說Bye Bye Bye 敬禮 再見